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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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nge point and new 这一点真奇怪又新奇 Doctrine which we would know whence learnt 这个教条 我们想知道是从哪边学来的 Who saw when this creation was? Remembers thou thy making? 你记得你的被创造吗? While the maker gave the being? 你记得上帝什么时候赋予你存在吗? 下一页 We know no time when we were not as now No none before us Self-begot, self-raised 我们不认识任何人走在我们前面 就是逼我们先 我们是自我诞生的 Self-begot 自我养育的 因此我们应该拥有 就是绝对自由 不受他人支配 所以其实问过几个主别 他们一致觉得这样的说法 其实把两件事情混在一起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 这些堕落天使是被上帝创造 还是他们自我创造 第二个部分是 真的能够说因为是自我创造 而应该拥有绝对不受支配的自由吗? 我们从第二点开始讲 两个主都觉得 好像这个跟是不是自我创造 没有太大关系 也许你就跟人类一样 被上帝创造 可是被赋予绝对自由 甚至连堕落的自由都有 也许你是自我创造 但是譬如说可能在天堂自我创造 所以也是受上帝支配 所以这两件事情好像 没办法连在一起 而至于第一点 撒旦说我们是自我创造 他唯一的证据是 东问西问 大家都不记得我们有被创造过 有点像是说 你这样讲好 你找人来证明 觉得这种论述非常的薄弱 即使说真的 大家都是真心没有被创造的记忆 这也蛮合理的 你们记得自己被创造的时刻吗 但是我们大家都是被创造 都是被自己父母创造 所以他这个证据也无法证明 真的是自我创造的 所以不但就是整个讲法有问题 连就是拆开来两边的讲法也都有问题 但是他讲出来是如此的顺 而且就是讲的铿锵有力 如果不去思考的话 都差点被骗 第二题 撒旦的计划 好 我们来看这个 1857页 好 所以我跳过了一部分 我选的选文的范围 我跳过的部分基本上就是讲说 我们跟上帝对干正着来 好像没办法 所以呢 三四四行后面 What if we find some easier enterprise Enterprise 7K想成 effort 努力 有没有更容易的方法 来对抗上帝 There is a place 跳过过 对 括号 Another world The happy seat 宝座 Of some new race called man 人类 好 然后 这边就是讲说 这是什么上帝最真爱的创造物啊 什么什么 仅次于天使啊 我们跳到三六二行后面 Here perhaps Some advantageous act may be achieved by sudden onset 这里或许 能够藉由 突然的发起 所以是突袭 或许能成就 一些胜利的行动 Advantageous这边就是 取得优势的 可以解释为 获胜的 一个行动 Either With hellfire To waste his whole creation 或许可以用地狱之火 把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毁掉 Or 方案B Possess all as our own And drive as we were driven The puny habitants 把一切置为己有 然后就如同我们被吃走一样 把那些微小的知名 就是人类 也赶走 Or 方案C If not drive 如果不用吃走的方式 Seduce them to our party 又死他们跟我们同伙 Use 我们现在 Seduce 现在英文都讲 社友 那其实这边就是 又死 不一定跟社友关 Party是同伙 That So that Their God May prove their foe 让他们的上帝 变成他们的敌人 And with repenting hand abolish his own works 这个主持是上帝 让上帝用反悔之手 取消自己所创造的 所以白话完就是 让人类跟上帝作对 然后上帝就不得不把他自己 真爱而创造出来的人类给消灭掉 好 这是我引用的第一部分嘛 就是那个 三四四到七八关键在这里 还有一个第四卷 五一四到二七 这个是撒旦的具体计划 在对在这边 这是第几点 一八九八 那我们知道撒旦最后选择用方案C 用又死的方式 让人类跟上帝作对 所以怎么又死呢 五一四行 讲这边 One fatal tree There stands of knowledge called 那里站着 一棵致命的树 明为之士 来讲呢 是善恶之士之树 Forbidden them to taste 人类被禁止不得去品尝他的果实 Knowledge forbidden 被禁止的知识 令人可疑 没有道理啊 Why should their lord envy them that 为什么上帝会仅仅仅仅设置这一条禁令而已 那个他就是写envy是begrudge begrudge翻成中文也不好翻 意思就是很在乎这一点 甚至一个超乎常理的在乎某一点 所以这边意思就是说整个伊甸园都让人类自由取用 那偏偏只有这一棵树不行 为什么的 Can it be sin to know? Can it be death? 难道取得知识是一种罪恶吗? 难道它能带来死亡吗? And do they only stand by ignorance? 人类难道就是有这样的地位仅次于天使 是因为它的无知吗? 藉由无知而有这样的地位 stand Is that their happy state? 这个就是他们幸福之所在吗? The proof of their obedience and their love 用这样的方式证明他们的听从与信念 是吗? 假如是的话 Oh, fair foundation laid 这就是我们找到的美好的基石 Where on 就是on which的意思 在这个基石上面 To build their ruin 足起他们的毁灭 Hence 因此 或是从这点开始 I will excite their minds with more desire to know 我会刺激他们的心灵 有知的欲望 And to reject envious commands 拒绝上帝发出的那些 充满那个极度心理的指令 这边神的一个关带 那些指令 Invented with design to keep them low 是出于一个设计 什么设计呢? 让人类保持低微状态 Whom The先行词是人类 Whom knowledge might exalt equal with gods 而知识或许能让这些人类变得崇高 跟 这边gods复数是天使的意思 跟天使平等 Aspiring to be such 主词是人类 人类想要成为这样的天使 他们就they taste and die 他们就会吃这个果实 然后就会死亡 What likelier can ensue? 有更有可能的结局吗? 所以我们就看到撒旦的完整计划 就是这样的方式 又使人类想要取得更多的知识 因此违背上帝的唯一禁令 造成双方敌对 然后上帝把人类毁灭 撒旦就获胜了 所以他这样的计划合理吗? 我跟回来这一题的主编讨论了 他们觉得好像不是很合理啊 如果撒旦的目的是要打败上帝 然后统治一切万物的话 这样子好像没有达到啊 他是不是歪楼了 那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想一下 撒旦为什么跟上帝作对 一是想要统治天堂 没错 但是统治天堂的前一个步骤 就是要证明说上帝不是全知全能 他是有限制的 有缺陷的 这样子他才可能被打败吗? 所以如果全知全能的上帝 知道撒旦要用这个轨迹 但是轨迹成功了 这样是不是就能证明 上帝并非真的全知或是全能 对上帝不好的结局 却真的发生了 这样子的话上帝就不完美 那所以撒旦就有之后获胜的机会 的可能性 这样看的话 就是等于是让撒旦 再往成功的路 往向前迈进了一步 所以或许这一件事 本身不是他的成功 而只是把人类当作一个 万劫报复计划的第一步而已 好 第三题 第三题没人选 大概是文法太难了 所以我们来看第三题 关于上面讲的这个报复计划 他说 I'm loath to this revenge on you who wronged me not for him who wronged 我很不情愿 要把复仇加诸在对我没有冒犯的人身上 来顶替对我有冒犯的人 所以他知道人类跟他自己没有过节 然后他这边就表示说 哎呀我也不想啊 但是只有这个方式能够报复到上帝啊 所以可能就不得已要牺牲你们这些人类 你们觉得他这样讲是真心的吗 我自己觉得这可能又是在使用自己的话术了 撒旦是仅次于上帝跟耶稣第三大号人物 他难道真的想不到其他报复方式吗 还是说 其他方式相信之下更困难 这个是最容易施行的计划 他如果真的那么在乎人类的话 他我觉得还可以想其他方式 但是他 前面在讲自己的仇恨心理 然后接下来讲说有这个方法 然后再讲说什么知识善恶治果 只有这个地方他有表示一点点的 不能说悔意 就是体验到自己做的事情好像不是很正义 就是没有真的把该复仇的 没有把复仇加入在应该被复仇的人身上 但是他讲完之后又立刻继续规划了 那好像也没有实际的那个影响嘛 他只是讲讲而已 对不对 如果人家冒犯了你 然后跟你道歉 然后继续冒犯你 那这样子有道歉吗 所以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这边又是撒旦在施行他的话术 如果你你只是就是当休闲娱乐看这篇 你们应该不会就是把这当休闲娱乐吧 休闲娱乐这里稍微读一读 然后没有深思的话 可能读完这一段心里会觉得说 其实他也不是真的绝对的邪恶 他有一部分一丝丝的回忆 实际上不是的 他这个只是为了就是给自己一个 一个小小的出路 小小的就是台阶下这样子 不值得信任 别忘了撒旦最后决定是用幼死的方式 就是他的话术 所以他讲的话通通都要怀疑 第四题 上帝全知全能 那他赋予人的自由意志又能有多少价值呢 我们来看这一段 三之八十 好这个在一八七三页 我们从一八七四页看好了 他上面就是讲说 他知道撒旦有这个计划 所以他知道 但是 然后他也知道撒旦会成功 因为上帝全知全能 他知道撒旦会成功 但是九十六行后面 他说 Whose fault 这件事情又能怪谁呢 Whose but his own 只能怪人类呀 In great 人类这不感激之物 人类不感激我 He had of me all he could have 我能给他的都给了 I made him just and right 我让他充满正义跟正确的信念 Sufficient to have stood Though free to fall 他足以顶天立地 但同时又有堕落的自由 我们跳到一百零三行 Not free What proof could they have given Sincere of true allegiance Constant faith Or love 如果人类不自由 他又能够提供什么样的证据 来证明自己是 提供什么真诚的证据 来说明自己是真心的忠诚 有恒常的信念与爱 Where only what they need must do appeared Not what they would 如果他们只能做自己必须做的 而不是他们想要做的 那证据从哪来 What praise could they receive 这样的话 他们做对的事情 又怎么能够去赞美他呢 然后下面讲的意思一样嘛 这样的就是听从有什么价值 对 然后 117行 冒号后面 所以上面讲的是那个全能的部分 就是我是刻意给他们自由的 这边讲全知的部分 If I foreknew 如果我预知会有这个下场 其实就是他知道了 Foreknowledge had no influence on their fault 这个预知对他们自己的决定没有影响 Which had no less proved certain unforeknown 我假如不知道的话 他们也会做一样的决定 所以简言之 上帝赋予人类自由 人类做的决定 对上帝来说才有价值 才有意义 而因此 人类做的决定 他不能干涉 所以他即便知道了 他不干涉的话 知道与不知道 对人类的决定都没有影响 因此 综合起来 人类自己找死路 这样讲合理吗 我刚刚跟几个主别讨论 他们觉得好像蛮合理的 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想 上帝赋予人类的自由 或许可以有适当的限度吧 就是你不用让人类 随时要称赞你 听从你干嘛 但是你可以在人类 面对深渊的时候 稍微挡一下 比如说 你去牵狗 狗在链子上面 然后你看到狗快掉下去了 难道你不去拉一把吗 他全知全能 他有能力去 防范人类的堕落 他也知道人类会选择堕落 所以他就是 他知道了嘛 都已经知道会这样子 他一定要让人类 真的履行下去 执行出来吗 他知道会这样子就够了 就可以适时的阻挡人类啊 这样就会造成 他刚刚讲的那么多的问题吗 我是觉得 然后就跟几个组织讨论之后 他们也有类似的想法 就是如果上帝真的是全能的话 他这一点应该也做得到 所以上帝说我不介入 是为了让人类可以展现自己的自由意志 但是他已经知道人类会怎么做了 他只是选择不介入而已 感觉怪怪的 不过这些题目都是开放式问题的 所以也许你们看法不一样 没关系 到时候 其中考你们可以稍微讲一下 其中考题目很广 因为就是我们这边讨论的大部分问题 也许都能够纳进去 好 然后第五题 救赎的逻辑是否合理 我们来看这个部分 所以这边讲了嘛 人类会选择罪恶选择堕落 那所以要提供一条救赎之路 把这条路长什么样子 好 我们看1876页 我前面跳过这些部分 上帝都在讲说 违背我的创造物都要受惩罚 然后他会如何如何的惩罚 怎么样怎么样 但是他这边 这边从209行开始 如此违背我的 he with his whole posterity must die 他就是人类 跟他所有的后代都必须要死 die he or justice must 他一定要死 这样子正义才能彰显 unless for him some other able and as willing pay the rigid satisfaction death for death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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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个另外有能力 而且有意愿的人 为他 为他 付出 那严格要求的条件 就是以死 换死 所以要找人 要找人顶罪 然后接下来这四行就是问说 这个所有天堂的子民 有谁愿意来帮人类顶罪 然后这个世界就是讲说 大家都保持沉默 然后这一个世界就是 耶稣开口说 好吧那我来吧 看一下 然后这边就是讲完之后 天使整个天堂对他的反应 然后这个世界开始就是上帝说 好 这个你 你自愿太好不过了 然后实际做法就在这边 两百八十一行 这是一八七七页 thou thou therefore whom thou only canst redeem 因此 你来救赎 redeem 那一些只有你能救赎的人 their nature also to thy nature join 他们的本质 跟你的本质混在一起 这边本质就是 一个是上帝的爱子 然后一个是人类 这两个的本质混在一起 and be thyself man among men on earth 而你自己也成为 地球上的人类之一 made flesh 这个我大学老师教这篇的时候 说这个叫道成肉身 when time shall be 时刻到的时候 a virgin seed 就是我们知道 圣母玛利亚是 叫什么 纯洁的诞生 那个耶稣 by wondrous birth 是一个奇迹的诞生 然后你就成为亚当的后代了 因为是亚当的后代 所以刚刚讲的嘛 就是人类后代都要送死 所以你也必须送死 我们跳到下一页 294行 so 因此 或是以这样的方式 man as is most just shall satisfy for man 这就是最正义的方式 由人来顶替人 这个第一个主持人 就是耶稣 现在变成人类了 来顶替人 be judged and die and dying rise 死后复生 and rising with him raise his brethren brethren是兄弟的复数 而复生生起的同时 也把他的兄弟们 也都一起生起 ransomed with his own dear life 这些兄弟都是由耶稣 用自己的生命来赎回的 ransomed是那种 那种绑票赎金 那个赎回 所以这个就是救赎的计划 把上帝的爱子 不会死的永生的爱子耶稣 赋予他一个肉体 让他变成人类 然后让他人类的部分受难受死 来顶替真正该死的人类 然后大家就一起升天堂 你们觉得这样合理吗 刚刚跟几个组别讨论了 他们觉得好像 好像有点怪怪的 就是 ok 所以耶稣他确实下凡出生 他有个肉体 可是上帝知道他真正的本质 是永生的 所以那个肉体也是 就是 也不是上帝给的 是耶稣自己选的 但是耶稣的本质 那个永生的本质没有变 他下凡他虽然有肉体 但同时也还是耶稣 受死上天堂之后 他还是原本的耶稣 这个中间变化在哪里 这个好像他如果知道自己 是永生的 那他面对的死亡就不是真的死亡 所以他就没有真正去顶替人类该死的那个罪 这一篇里面没有提 但是圣经里面有提到 其实耶稣在受难前夕 是有绝望过 他虽然灵魂里 知道自己是永生的耶稣 但是肉体上 心智上面还是人类 所以他在 我忘了中文叫什么 有一个花园叫Gethsemane 的深夜 他就祈求上帝说 你一定要让我受这个苦吗 能不能就是放我一马 然后他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奄奄一喜 用最后一口气 呐喊出来的一句话 居然是上帝你弃我而去啊 然后就挂了 所以圣经上我们知道 其实耶稣是有真的受难 是真的有 真的有意义的顶醉 但是从这篇看不出来 就是上帝光这样讲 好像不够完整 没有刻画那个部分 另外一个问题是 呃 人们的意思是 所有亚当的后代 所有人类都要 都要送死下地狱 那为什么耶稣一个人 就能够顶替大家呢 这好像就是数字上面也怪怪的嘛 然后有一组也讲说 上帝是全知全能的 他就不能想个别的方法嘛 譬如说 他能够让耶稣下凡一次 就不能让耶稣下凡两次吗 三次啊 为什么就一次就打死了 所以就是 今天的讨论 我主要是想带给各位看的是 嗯 宗教有很多元素是完全秉持信念而运行的 因为如果你用逻辑去思考 会变得 有点奇怪 有点复杂 所以这一篇史诗 斯乐园 虽然是17世纪才写的 但是其实教会很多神学论述 或是那个布道用的意象 都有取自斯乐园 觉得有很多历史中的文学作品 其实渐渐有被纳入那个神学思想 像什么淡定神曲啊 也是 这是其中一篇 所以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 检视这篇史诗 如果他中间真的有神学论述 他的神学论述是否合理 嗯 那我们今天看到很明显 是作者想要把很多感觉 有点奇怪的神学论述 让他变得更合理一些 但是 有多成功呢 还是见仁见智 有些人读下来觉得可以接受 有些人读下来觉得还是怪怪的 宗教最后只能靠信念 呃 想要让他看起来再合理都会有一些 像像那个撒旦说我们是自我创造的 因此呃就是我们没有被创造的证据 所以我们是自我创造的 可是又有谁能够创造自己呢 宗教没有一个客观证据的话 只能靠相信的 所以假如今天呃 班上有基督徒或是信西方宗教的同学 今天不是要什么诋毁基督教思想什么 单纯是从一个文学跟神学检视的观点来来思考他 所以并不是说什么讲的都是错的 而是无法用证据来证明 信念是超越证据的 那当然这样的观点不仅限于基督教嘛 天下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子 总是有一部分是逻辑达不到的点 所以不是说他错 只是说他不能证明 好 今天的内容有要提问吗 这蛮厉害的 我看到一个同学坐着坐着睡着了 好 下一周之前请把第九卷前半读完 所以是从 找一下 也不是从啊 就是 第九卷从1978开始 然后读到 不是全部啦 中间有稍微跳来跳去一下 但是基本上是读到 1990页 如果翻到1990 那边有一个奇怪的符号 这个符号 这个就是 下一周跟 下下周 等一下 我想看 某一周也放假 所以下一次上课跟下下次上课进度的分野就在这里 所以下一次上课前读到这一行 上面这一行 然后下下一次上课前把讲义读完 那为什么在这边切呢 两个原因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杭树前后差不多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你看这个在干嘛 你看这个点在干嘛 So saying 她这么讲 讲着讲着 Her rash hand 她冲动的手 女性的冲动的手 是夏娃 In evil hour 在那邪恶的时刻 forth reaching to the fruit 伸手摘下果实 伸手像果实 She plucked 她摘下 She eat 她吃掉了 所以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小小的cliffhanger 夏娃吃了 禁果 然后后果怎么样呢 就是在下一周我们再看 好 所以我们今天还有点时间 我们来看第九卷的开头 不是第九卷开头 我们下一次读的不止第九卷 可能刚刚讲错了 我们下一次读 下次读什么 读到第九卷中间 开始是第六卷开始 OK 所以1930开始 这一卷 我们故事是从撒旦被打入地狱开始讲 然后撒旦就最后就是想到方法逃离地狱之门 然后跑到地球去了 这个时候镜头一转 我们就转到亚当夏娃身上 然后什么亚当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上帝创造夏娃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后来天堂就下来一个天使 Raphael 他来跟亚当夏娃说明 撒旦有这个诡计 你要小心不要被他骗 然后亚当就说 有这回事啊 怎么会这样呢 然后拉法耶就开始讲说 这个前情脉络是怎样 所以他等于是回过头来 从头讲那个天堂之战的细节怎么样 这个是史诗常见的创作策略 从中间开始 然后之后再找机会把前面补充回去 所以他这边你看到有两层引号 外面这层引号就是拉法耶在讲故事 然后里面这层引号就是 故事里面某一个人在讲话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是上帝知道撒旦要叛变了 然后再集结他忠诚的天使的 那个招兵买马这样子 所以他讲完之后 这边有一个天使叫Abdiel 他等于是在抒发说 这事情太可恶了 怎么样怎么样 O heaven 天啊 that such resemblance of the highest should yet remain where faith and reality remain not 记得撒旦是第三号人物 仅次于上帝跟耶稣第三强的 所以他说撒旦是如此向上帝本人的外貌上存 但是在那里信念跟真诚已不负债 基本上这种基督教作品 只要有看到一个名词上面有一个大写 基本上就是上帝了 wherefore should not strength and might there fail where virtue fails wherefore是问为何 should not 所以我们可以等一下翻成怎么不会 所以 到着来 美德或道德 失败的地方 堕落的地方 那里 力道 strength and might 两个都是力道 力道难道也不会 失败吗 就一直是说一个没有 内心没有美德的人 怎么能真正有力量呢 or weakest prove where boldest 难道这么内心软弱的人 真的能够展现最大的勇气吗 though to sight unconquerable 即便他看起来好像是无法打败的 就像他上面讲的嘛 外貌看起来像是上帝一样 那个力量 his presence 他右边写power trusting in the almighty's aid I mean to try 所以这是道庄句 我有意去试炼 他的力量 而我这个努力是存乎上帝会提供我注意 whose reason I have tried unsound and false 撒旦的理性 他的理由 我已经试炼过了 就是刚刚稍微推理过了 是 不扎实的 是假的 不可信念 不可相信的理由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是展开他上面讲的嘛 就是心里没有美德 怎么会有力量 所以呢 我刚刚已经测试过他的想法是错的 那我现在就来测试他的力量 nor is it ought but just 而以下我这个想法也是正义的 ought is anything it is anything but just 就是不正义 下面这句话不正义 不是 it is nothing but 不是 anything it is nothing nothing but just 所以这个是正义的 下面这句话是什么呢 that he who in debate of truth hath won should win in arms 在辩论场上获得真理的那一方 也应该在战场上用武器获胜 in both disputes alike victor 在两种争论或是争执上面都获胜 though brutish that contest and foul 虽然战场的争执是如此丑陋的 when reason has to deal with force 就是当理性讲不通 要用力量来证明的时候是多么丑陋 yet so most reason is that reason overcome 但在理论的争辩上面 输掉的真理的所谓的那个 reason 那个理性 也是一样丑陋的 所以后面这两句话意思是说 虽然感觉好像用力量来证明人家错了 感觉蛮丑陋的 但其实这就跟在辩论场上 把人家证明人家是错的 是一样丑陋 不管是力量证明还是辩论证明 输的那个理性 自以为的理性都是丑陋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不会读这段 基本上就是他站出来 然后跟撒旦就是拔剑 然后对干 然后撒旦赢了 因为撒旦比较强 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场撒旦输了 他怎么输的 其实下面也会解录一点点 蛮有意思的 这个就留给你们自己回家读 所以请读到第九卷中间结束 有提问吗 好 那记得如果你就是从中间插入不知道在干嘛的话 你可以在Moodle上面找到那个 这个Introduction PDF档 然后可以进去 然后找到你要的那一卷 他有短短的摘要 说这一卷在干嘛 可以帮助导引你们的阅读 OK 下次见